字幕志愿者 真的是这样子吗 现在国民党包括 朱立伦是不是要道歉 他的声明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2007年开始 他们有三 他们接受这个委托案有三年 主要是要导入一些农业电子化的政策 所以他不是只有写报告 其实他是非常大的计划 其中也包括举办研讨会 座谈会还有宣传行销 绝大多数的预算都是在做宣传 以及辅导 那这个报告呢 其实他报告有几十份报告 加起来有几千页 那今天就是六页有牵涉到 好像被大家指控抄袭 所以这个部分 不是只有那六页 还有其他的 对所以我要先澄清 就是说不是说这些抄袭的东西 让他A到 让宏基A到几千万 你不要转到宏基 现在计划主持人是张善生 他那就是员工 就是张善生不要推卸责任 那就是员工 计划主持人 他是员工 只是说他带了12人这个team 那你说他有没有 如果假设大家认为说他的 因为你这样的说法 反而比较严重 你等于是指控宏基 叫张善生这么做 是这样子吗 我没有这样子讲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指控A钱 因为钱是进到宏基 所以大家指控A钱 是宏基被A 是宏基A走 那计划执行人是张善生 宏基跟张善生的关系 是雇主跟员工的关系 那所以张善生 你要去追究他的是说 他有没有监督不周 就是他整个team 有没有在这个报告的部分 因为他在写的时候 引用别人东西 没有注明出处 这个部分 当然你可以苛责于他 但是不是张善生 用他刻意 他个人去A了 这五千多万 我觉得这个 跟林志坚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国民党要高标准 张善生这个不用高标准 是不是 张善生他 张善生这个计划 就可以东超西超 意思是这样子 我刚才你讲 他整个计划非常大 五千多万 有很多东西 还有国内的参访心得 国外的参访心得 研导会座谈会 宣传行销 那些都是在他里面 那东西很多 所以意思可以这样超 所以他说什么 百命一输嘛 意思就是说 他可能这么大的计划里面 百出一漏 这么大计划里面 可能有一小部分 他可能没有掌控好 超的时候没有引用处处 但是跟整本论文 他个人用这个方式 去骗取学位 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来 敏鸵姐 这个源自切割再切割 所以就是张善生 没有责任就对了 那其实案子是责任在宏击吗 这宏击叫张善生这么做吗 我觉得这个扯太远了 我觉得今天你仔细看这个新闻 这个当时的案子是怎么来的 是张善生用这个自己主持人的身份 向农委会申请三年的研究计划 那我就请问一下 当时的农委会 为什么就直接批准了这个标案 根据这个报道 这个是张善生主动 以这个当时他自己的 这个宏击的副总 副总的这个身份 主动向农委会提出 三年的研究计划 那我就请问一下 你为什么这个农委会这么多 他不是一百万 不是那种一百万不用公开招标的案子 他是五千多万的案子 为什么农委会 你到底有没有审查的过程 你有没有公开招标的过程 你为什么就可以直接 他一申请你就标给他 而且这个计划延续三年 当时农委会的这个主办的小姐 有出来讲说 他的这个内容他觉得OK 可是我们现在要追究的是 当时发飙的过程 到底是为什么 直接就发给了张善政嘛 所以这个 然后再来当然就是大家提到的 如果我农委会要做整个 台湾的一化 或是怎么样 然后你只负责收集 论文期刊 还有把音翻中 还有这个简体字翻成这个繁体字 那论文会自己不能做吗 你是不是有徒利之嫌啊 我想请问你嘛 所以说我觉得说 那如果你开这个像 他真的说 我不只是整理资料 我还有开这个座谈会 我请问一下 我们在公布门待过人 座谈会你不会开吗 座谈会你就把专家学者 请到部里头或是请到农委会 然后就开始开会 然后发表意见嘛 我觉得他这本论文的价值 根本就不需要 农委会用五千七百万 去标这个案子 所以我今天除了你这个规格 有些东西是 跟什么荷兰政府的网站相同 可是你没有标明出处 还有一些这个是 这个商业周刊 引用不会你也没有标明出处 违反了著作权法之外 你整个农委会当时的人 你是要交代 这份标案 为什么会落在张善政的手里头 你有没有 为什么可以不用公开招标 我要请问张善政 你对得起你自己的这个 专业跟良心吗 政府花五千七百万 希望你改善 台湾的农业依化 你真的借了这个五千七百万 对台湾农业做什么样的贡献吗 所以我们今天要问的是 你招标过程 你到底有没有公开化吗 到底有没有弊端 两千零七年是怎么标到的 你自然主动申请就可以申请到 这个太匪夷所思了 说13楼跟16楼 一定那三楼免费 去那三楼也要成本 成本在哪里 不是整栋处处的人 你的家庭困难 最后也回到你的家庭 这样怎样有较少 这样怎样有较少 你那三楼也是要 你也去分拌其他 对嘛 就跟那些人都起一席 但是第一车我不需要你强调 同样的意识